六爺旗北平衣兵士烈心工业的精神 今天上午在占三比杜嘉村 安排无人机教会的课程 让六爺国中的孩子了解无人机操作的规定 增加科技的观念 我们也希望借助这样子 开拓我们未来主文中的一个视野 当然我们其美医疗体系的力量有限 我们也希望说我们能够 藉由这样的一个活动 抛砖引玉 吸引更多的有爱心的个人 有爱心的团体 能够参与这个社会关怀的活动 大概有一点的想法之后 我就跟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 王心中教官 我们待会做一下讨论 那邀请他们来把无人机的教学 导到我们的偏乡的学童的教育 那他们一口就答应了 非常非常的赞助这一场 所以他们这次是完全无常 来协助我们做这样的活动 那之后呢我们也会再持续把这样的教育的资源导进来 让我们偏乡的孩子不会输在起跑点上 我当现场正后两次的梁云屋长都很关心 感谢梁云基米和各企业团队的支持合作 齐美医院在我们柳营落地生根 那长期对我们这个医疗所做出的贡献 对这些老人健康的照顾 还有他们一连串的这个公益计划 针对不同的族群 不同的年龄层 我们要规划一系列的计划 尤其对这个偏乡还有肉屋的照顾 付出最大的心力 特别感谢 之前是我还在柳营服务期间 任内我们跟校部长共同策划的这个活动 那今天参与的活动有40位的国中生 那希望能够利用这样企业的精神 企业的预算 然后来带动我们偏乡的小孩子 有一些科技的观念 那也希望今天的活动对孩子们来讲 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收获跟掌握 两人急避这次 公益的结果目前已经来到第三厂 包括到既年的建筑 今年策划五十个小孩坐隔天参访客观观 也还有这边无人机的体验 未来变业的继续作 也希望有更多的主缘加热 做会关怀有赛 麻烦大家收看两人彩虹报道